司聰剛剛看到國際間現在定調 普丁已經變成習近平小弟的同時 另外一個特別擔心的是台灣跟台海 但是美國方面 對於封殺中國的科技作為 事實上又有擴大 對 既然習近平是共犯的話 那當然美國不會對你客氣 包括說像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美國可能會對TikTok會下手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被這個美國媒體相關 他們就有直擊到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TikTok的執行長 下禮拜會到美國去作證之前的時候 這個臉書最早的外部投資人泰爾 還有包括Google的前顧問赫爾伯格 還有跟一些矽谷人員 跟美國的國會議員 正在開一個秘密的這個會議 這位立民來說的話 有幾個人 包括說像赫爾伯格 赫爾伯格是所謂的 目前國會研究 還有諮詢小組美中經濟 與安全審查委員的最新的成員 而且他對中國的科技 是比較處於一個鷹派的這個作為 另外包括說像這個盧比歐 這個美國的參議員 共和黨的 還有這個民主黨的這個參議員 瓦華納 還有共和黨的這個眾議員 麥考爾 還有包括說像這個加拉格爾 他們這幾個都是鷹派 所以看起來的話 可能他們做成的這個決定 可能會是封殺TikTok這樣的一個決定 然後那這個當然對這個中國下一個 這個可能會巨頭的這個科技業者來說的話 恐怕是一個非常不好的這個消息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這最近一段時間大家都在說這個荷蘭的態度到底怎麼樣 荷蘭的官方已經說了非常明白 他說在今年夏天的時候準備會有一系列的這個會把它法令化 甚至會公佈出來 就是有哪些型號的一些所謂的DUV浸潤式的這個機子外光機呢 恐怕會列入所謂的出口清單 那當然荷蘭還說特別說明說 我們這個不是針對中國 但是因為我們要防止這些所謂最先進的 艾斯莫爾相關的機台 所製造出來的晶片呢 會被用在所謂的軍事用途 所以我們必須跟某些國家 包括說民主國家要互相合作 到某些這個涉及國家安全 還有限制技術落入壞人的手裡面 所以看起來的話 荷蘭應該也會跟進的做這樣一個動作 好那當然荷蘭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中國也是有相對應的政策 包括這幾天的時候呢 這個華為的這個創辦人任正非 他有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就說事實上我們華為已經被歐美制裁非常久了 那我們現在華為已經換掉了1.3萬個 美國所生產的零組件 還有可能被美國制裁相關的零組件 甚至我們來重新設計了4000塊PCB板子 這真的是相當相當多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說我們華為去年一共投入了238億美金 約莫折合新台幣是7290億元左右 來增加所謂的我們的這個研發支出 可是目前為止來說好像就我看到的是 華為好像還是沒有辦法 有有辦法來來彌補 被制裁的相關的晶片的相關的東西 好另外一個華為陷入一個困境之外 其實這幾天大家都在關注 日韓之間的一個破冰 那為什麼日韓要破冰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這個 包括說像SK海力士 或是說像三星 他們低機都知道說 因為低潤真的不好 他們要轉往晶圓代工 但是你轉往晶圓代工的時候 你要跟台積電對抗的時候 你恐怕會面臨到說 如果你不是用日本的一些高階的 這個所謂光阻劑這些材料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他們才會做這樣一個動作 好那除了這樣一個動作之外 其實全世界目前為止來說 全世界興起一股所謂的晶片投資熱 那這裡面來說包括美國 歐洲甚至亞洲都有這樣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以美國來說好了 美國包括說像英特爾準備在這個 包括說像俄亥爾州 還有包括亞利桑那州 要投資大概1000億美金左右 另外一個這個美國的一個 這個第三代半導體的大廠 Wolf Speed 它要投資約莫是10億美金左右 那美光要投資1000億 那格羅芳德也要投資一座廠 那包括說像三星 還有台積電都要去美國設廠 所以你看全世界的這個 在美國的廠是非常多 那在歐洲呢 主要是英菲林 還有包括義發半導體 還有包括說像英特爾準備投資 甚至連我們台積電都準備要跟這個 德國政府要商談 去這個德勒斯登設廠的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在亞洲部分來說的話 英特爾恐怕會考慮說會在 這個越南在增設所謂的封測廠 那台積電當然有第二座廠 甚至連三星要砸2300億美金 要增設五座半導體的公司 那印度也是要考慮要生產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各國亞洲各國歐洲各國美洲各國都要擴大整個半導體的生產 所以如同台積電董事長說的 這個全球化已經過去了 現在都在地化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在擴充新產能的時候 其實中國的先進產能被限制住 我覺得這就會對中國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另外對印度來講 印度這幾天的時候 他們的媒體訪問到他們相關的這個他們官員的時候 他就說目前有非常多公司考慮到印度來生產 他當然沒有直接點名 但是我認為包括說像Intel 三星或是台積電 都有可能會到這個印度去設廠 但是時間不是最近 可能是接下來一段時間 另外對台積電來說 台積電的美國廠到明年要開出2024年 那目前為止 新的這個40nm的製程 除了可能是美國的國防部會下單之外 現在傳言說高通會是第一批的這個客戶 所以你看其實相對於台積電在高唱凱歌的時候 為什麼日本跟韓國 特別是韓國要去跟日本和好 我覺得這裡面來說的話 你再不做的話 恐怕會被台積電競爭力會拉得非常非常的遠 好 我們稍後回來